星人节送什么 来瞧瞧这款可以吃的玫瑰花 或放在纸袋里 或包装成花篮花树 一朵朵鲜艳嫩黄的玫瑰 怎么看起来比一般黄玫瑰 大了好几个size 因为它们的真实身份是白菜 从18年前就开始进行品质一种 配置了36000多个组合 但是效果不显著 现在我们是经过 多代自焦和渣焦 而获得的黄玫瑰的渣焦组合 来到南京农业大学的实验基地 玫瑰白菜开得像花一样漂亮 叶片卷区外绿内滑 这是侯教授十多年来的心血结晶 口感甜脆 不止可抗零下9.6度的低温 维他命C含量 更是一般小白菜的三倍多 100克鲜肉普通白菜 50毫克左右 而我们的是156毫克 为了打响知名度 侯喜林和学生们趁着今年情人节 首度将玫瑰白菜推向市场 包装成礼品贩售 每克不到70块台币 一推出旧成网红 引发抢购热潮 而除了白菜 南京农大在菊花上的品种改良 也很有一套 别的花里面这种花型基本没有 只有菊花有这种花型 而且乒乓类的 看上去就很新奇 很吸引人 花期凭插的话都可以插到一个月 色彩缤纷圆滚滚的花型 乒乓球菊模样很讨喜 其中这种绿色款最特殊 是从野生菊花中发现绿色变种 在不断经过筛选定色等过程 才能孕育出的奇葩 南京农大拥有超过5000份的菊花资料 目前已培育出300多种 造型 颜色各异的新品种 号称是世界最大菊花基因库 近年还将占地120亩的花海 开放游客赏局 带动当地休闲产业的发展 花线产学结合新商机 记者李宗方林从昊综合报道